李扬是一名孤独的职业杀手 受人雇佣 杀人干净利索 他性格古怪 没有安全感 喜欢睁一只眼坐着睡觉 他唯一的朋友是一盆兰花 他爱他的理由 不只是因为他一活 还因为他像他一样没有根 他的邻居女孩马蒂尔 是一个十二岁的叛逆少女 造熟吸烟 饱受家庭暴力 有着超乎同龄人的成熟 马蒂尔的父亲 正在帮一个基督警察 使弹保管毒品 使弹同事也是一名毒贩 由于他的父亲撕吞了一包毒品 因而得罪了使弹 一天中午 马蒂尔被父亲揍了之后 在楼道口思考人生 正好碰到了李扬 他问李扬 人生总是这么痛苦吗 还是只有小时候才这样 李扬冷酷地回答 总是这样 小女孩觉得这位大叔很特别 对大叔说 自己要去超市 顺便给他带两盒牛奶回来 马蒂尔前脚刚走 使弹后脚就带人进来了 他们杀害了马蒂尔全家人 甚至连他四岁的弟弟都没有放过 还好马蒂尔出去购物 躲过了这一劫 回来后的马蒂尔路过家门时 用余光看到了父亲的尸体 极致的他强忍着眼泪 走到邻居家李扬的门前 敲响了房门 目睹这一切的李扬 短暂思考后 还是让他进屋避难 马蒂尔知道这位大叔是一名杀手后 便提出要向李扬学习杀人的方法 他要做一名杀手 为弟弟报仇 大叔当场拒绝了 一个乳秀未干的小孩要做杀手吗 这岂不是太荒唐了 可马蒂尔却不这样想 他二话不说 拿起枪向窗外扫射一番 那股放肆的神情 和满是不服输的倔警 终令李扬折服 两人从此开始了颠沛流离的历程 他们在外面 以妇女的关系开了一间房 杀手课程正式开始 除了远距离射击体能 训练等等枯燥的课程外 小女孩还与大叔做游戏 两人关系日趋亲密 两人因为彼此的存在 而看到了光和温暖 马蒂尔对李扬说 我想我爱上你了 因为我的胃 它是热的 以前总像是打了结式的 但此刻不会了 而李扬也在不知不觉间 喜欢上了这个执拗倔强的女孩 把她的兵一般的生活 渐渐融化了 小女孩趁着李扬不在家 留回家拿钱 却正好看到史丹一伙人 在重申现场 马蒂尔跟踪史丹 知道了史丹的住址 马蒂尔把钱给李扬 想雇他去杀史丹 但李扬却劝他 不要以怨抱怨 杀了人之后的余生 就只能活在警惕中 可是小女孩却只想着报仇 还烦起了俄罗斯轮盘堵 就在开枪的那一刻 被李扬制止了 大叔输了 正式接收了马蒂尔 他们的杀手课程 进行到实战操作 马蒂尔假装成 失足少女骗目标开门 大叔负责剪开门锁 锁定目标 两个人拿真人做靶子 并认真地讨论 射击的部位是否准确 李扬知道 杀手的生活时刻充满着危险 如果有一天 他遭遇不测的话 他要把钱都留给马蒂尔 一天 马蒂尔趁大叔不在家 自己独自去找史丹报仇 不出所料被抓了 大叔知道后 不顾一切地去救马蒂尔 三下五除二 团灭了史丹的手下 当他看到了马蒂尔时 紧紧地抱住了他 仿佛抱住了一个 失而复得的宝贝 或者从那一刻开始 他就已经决定 要替马蒂尔报仇了 而史丹这个大坏蛋 又怎么会放过他们呢 这次他发动一个警局的力量 来杀死李扬 全部武装的警察们 包围了李扬的住所 还拼命地狂轰滥炸 虽然李扬能以一敌十 但是一直这样也不是办法 李扬敲碎墙壁上的管道 让马蒂尔顺着管道逃走 临走前 马蒂尔要李扬和他一起走 但是李扬安慰着他 许诺自己会活着与他会合 还对他说我爱你 在这个时候 一句我爱你 显得如此具有力量 他几乎是马蒂尔 能够逃出险境 保全性命的最大精神力量 送走马蒂尔后 李扬换上警服 假扮成受伤的警察 被抬出去疗伤 没想到还是被史丹扔了出来 他在背后朝李扬开了一枪 李扬硬生倒下 在确认了史丹的身份后 李扬拉响了身上的炸药 与史丹同归于尽了 这也算是给马蒂尔完成了复仇 阳光之下 马蒂尔把无根的兰花 栽到泥土里 轻轻地说道 李扬你有根了 这个杀手不太冷 它是一块已经融化了的冰 而它的那颗心的形状 是漫长的 看不到明天的爱